民进党2020大选立聘总统连任立委过半 20号上午总统蔡英文来到台中 密集连赶了八个行程 包含立法院长苏家全 交通部部长林佳龙 还有立法委员洪慈庸等人 也陪同走访了谭亚神的区域 蔡英文强调 台湾的上半年经济表现是四小龙第一 而未来除了经济之外 还会持续照顾老人小孩 希望大家支持他连任 也让年轻人继续打拼台湾人的未来 罗骨正连天民众排队引颈期盼 就是希望给予总统蔡英文支持的力量 20号上午 总统蔡英文来到台中密集连赶八个行程 立法院长苏家全 交通部长林佳龙 内政部长徐国勇 还有立法委员洪慈庸等人 也陪同走访谭亚神行程 就是我们神钢这个所在 是我们台中市 尚指是我们民进党的所在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选业 还是我们民进党的候选业 在这里的选业 还是我们的风持有的选业 我们的神钢 我们的党心思考 都是让我们最大积极的 我们的台中 所以我要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总统表示 台湾的经济持续在成长 今年上半年 台湾是四小龙第一名 预估全年也是第一名 这是大家打拼的成绩 世界局势在变 台湾人也持续在进步 邀请在地乡亲一起站出来 为未来的世代守护台湾 国政势在变 台湾人持续进步 大家都知道吗 好 好 我们并且有继续的发展 我们的成立的照顾 也照顾不得不得 我们当总统开始 我们就做长教2.0台照顾 我们的五大人 我们当总统的时候 我们的股神是50亿 我们持续增加 我们的股神是400亿 除了经济发展 总统也强调长照2.0的重要性 表示明年预算将增加到400亿 税收有增加就照顾老人及小孩 让年轻人无后顾之忧 靳阳宗环台中采访报道